三十、大公報 粵港澳暑期下令營開營港二十四名醫學生回周二舊 2015年7月14日中國新聞 A二十、大公報信 記者盧靜宜廣州報導 第七屆粵港澳醫學生暑期聯合下令營十二日正式進行 本屆開營共有來自香港、澳門、廣東、上海等十一所高校 有共七十五位醫學生和老師 其中包括二十四個香港醫學生 為其十五天的醫學生下令營將安排八天到梅州二舊 有往屆香港醫學生再次參營 與梅州學史再續師生員 此次粵港澳醫學生暑期下令營 集中二十九位來自港大、港中大、 成大等五所香港高校及專上學院的醫學生和老師參加 同時環有澳門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六所大學 四十六名師生參營 記者發現 下令營十五日行程可為緊湊 團圓先後輾轉到廣州、中山、潮州、梅州等廣東城市進行文化交流 下週六抵達梅州後便到當地佳英中學開展八天二舊 不少新參營的香港高校年輕醫學生為此感到緊張和興奮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大一學生洪麗兒笑稱 雖然曾到過其他地方作交流生 但十五天的下令營將士他離家時間最長經歷 入程安排很充實 平時很少有機會到珠三角者摩多城市 最期待到梅州二舊 自己也是第一次有機會做老師 增加對內地文化感性形式已經連續多屆 帶隊的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博士方超表示 不少往屆學生活動結束後 均在社交網絡回味活動感受 有學生在facebook真情流露 稱活動之後也樂意找機會接發組織到當地進行二舊 他認為學生出力異教之餘 無論對內地文化均有更感性認識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博士 黃乃森希望透過交流活動 促進港生與內地中山大學 復旦大學 吉林大學等學子交流 培養團隊精神 在週六晚的開營儀式上 往屆廣澳醫學生老營園 特意從港富稅 為新營園表演了首語歌曲《讓愛傳出去》 被上一屆團圓的稱為大頭棋的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小王 已經是第二次參營 升讀大三的他 益術二舊經歷不禁紅鳥眼看 去年依舊 遇到一個經常逃課的橫皮男生 後來經過談心 他不再逃課 今年高考環報考同濟大學 離開前 班女每個學生都給小王寫了一封信 信女的老師 你是我的一個夢讓他動容 小王稱 還有很多同學說 會努力念書 以後去香港找你 可以給學生積極影響 讓我覺得很有意義